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 28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 搭载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 飞往国际空间站 按照计划 飞船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17点30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5点30分 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这次航天任务是载人龙飞船 第九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 按计划 龙飞船将于明年2月返回地球 届时除了搭载执行此次任务的 两名宇航员 还将接回因美国波音公司 星际客机飞船故障滞留空间站的 两名美国宇航员